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下面我们继续讲解释释迦牟尼佛第一转法论的密译 尤其是释迦牟尼佛第一转法论间接方面的解释的论点 路道庄严之一 实际人士所造的阿比达姆居士论当中 现在讲的第二评 第二评就是分别更评 那么分别更评当中 昨前天已经讲了22根的定义 22根的本体和数目 这些都已经讲了 那么今天讲此处所所之根的本体 在这里面22处当中 有些我们昨前天也已经讲了 22根当中的有些根已经讲了 然后我们平时也是在闻思修行的过程当中 经常遇到一些运接触根等等这些法要 所以我们分析居士或者言诀居士 当然有些人即生当中没有希望闻思的人 恐怕对他来说的意义不一定很大 然后今生当中真正是有些佛法的 有关明言方面的想理解的话 这个居士是非常重要 居士论当中 有些我们大臣也是不得不承认的 也有很多明言的 也有几少数的一些 有时从他们自己的说法 比如说他们认为是三十成十 然后是无为法 什么虚空分两种等等 实情论是加油传说的 有些个别的地方的话 那么我们大臣学者也是在明言当中 不承认也可以的 除了这个以外 不管是修什么的无上密法的人 都要必须值得承认的有一些学问 因此大家在接受这样的学问的时候 自己应该观察自己的相续 我前一段时间也讲了 很多人在闻思修行的过程当中 你闻思这部论典的时候 往往有时候有一些障碍 觉得这个不是殊胜 这个对我来讲是没有很大的必要 应该我要希求另一个非常殊胜的法 这样一来的话 然后上师讲这部论典的时候 如果你没有好好的闻思 失去了这个机会的话 以后就是得不到这个法门 所以一方面这次这个计时论 希望大家还是应该认认真正的对待 刚开始的时候 人人都会紧紧的 但是越来越下去以后 越来越放松也有这种毛病 再加上呢 就是现在我们这个法王如意宝也是给大家宣讲 那个编中编论和那个编发发行论 编发发行论已经讲了 就是那么这个编发发行论讲的时候呢 就是法王也讲的不是这个很那个广吧 就是当时这个身体不好 就是大家都知道有各种原因 那么这次呢就是编中编论这个解释讲的时候呢 就是法王也这个讲的很那个细致 我也是这个尽心尽力的这个翻译 在这个时候呢就是我想这个方便的话呢 就是要不要这个到时候所有的听者呢 还是要这个考试或者这样 不然的话呢有这个没有一点印象的话呢 也非常这个困难 因此呢就是现在法王那个每天讲的 希望大家还是因为这个编中编论当中的话呢 很多大臣的这个教义 就是有些是有关这个障碍啊 索正啊 还有那个分裂啊 就是这些方面呢 就是对我们这个虚心人来讲是也是这个 非常这个重要 就是因此那个伊西芬多康博 也是这个也就是花了很多的这个事件吧 就是已经这个翻译出了 就是翻译的话呢 就是与这个赞文比较起来的话呢 就是就几乎没有这个看出什么那个 就是就是怎么就是对不弄的 就是所以呢 就是肯定就是花了很长的时间 当然我们两个都是没有这个说这方面的 但是我想呢就是翻译这样呢 就是非常这个了不起 就是已经呢就是 就是可以说是这个 现在我觉得就是非常难得 就是因此希望大家呢 就是遇到这么好的这个法本和义本 而且呢就是这个上市如意宝 也是这个宣讲的话呢 真是非常难得 如果在这个像那个国外的这个有像法王如意宝那样的这个人 迎请一个月就是让辩中辩发 这辩中辩论这个要讲的话呢 就是我想是可能很多人就是 去这个听就是真是不是那么很容易的这个事情 因此呢遇到这样的这个大法 尤其是弥利菩萨的这个论典呢 就是对我们这个 如果我们寄生在释迦牟尼佛的教法当中 没有获得解脱的话呢 那么对他的这个教法 那就是结上一个殊胜的愿的话 那么这个 就是释迦牟尼佛呢 就是出世的时候 我们在他的教法下面 就是一定会是获得这个解脱的 这一点呢就是有很多就是 比如说以前的那个融洞班之道 他们的一些教言当中也有这个宣誓的 一方面是我们寄生当中呢 就是受了这个居士节以上的这个戒律 然后呢就是听闻了弥勒无论的那一部论典的话呢 那么在最少也就是最次也是在 这个迷勒弗福这个出世的时候呢 就是在他的教法下面呢 就是会获得这个 就是获得这个臣酒 就是因此呢 这次我们人呢 就是又终时有这样这样的毛病 就是遇到这个殊胜的法的时候呢 就是觉得是 哎这个法可能不是这个很殊胜啊 有这种这个毛病 但有些这个前世文史学生的 稀奇比较好一点的人的话呢 不管是遇到什么样的法 觉得这个法是真的非常殊胜的 我这个这次呢可能听不够 下一次或者是再一次 能听受这个法的话是多么好 如果你有这样的一种渴望 渴求之心的话 说明还是有一定的因缘 因此这次也是一方面我们这个举手论 可以说是释迦牟尼佛第一传法论的见解方面 由世经论事的举手论来解释 然后释迦牟尼佛第一传法论的行为方面 全部是用皮拉耶经 从戒律方面来宣讲的 然后得到国为 当然用我们这个孝顺的基础上的 阿罗汉为主的这些国为来宣说的 因此这样的发明也是我们现在浩瀚无边的 释迦牟尼佛第一传法论的大赃金要翻开的话 恐怕很多人的经历也是很困难的 但是我们如果据事论的道理完全明白的话 说明释迦牟尼佛第一传法论的教义 这个已经尽通了 所以这个也是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 下面我们就讲 前在第二批里面的 此处所根的本体 本体翻两个方面 一个是先说无数拥和 先说最后三根 无数拥和最后三根 首先呢就是先说这个无数拥根 身非乐数即苦根 快乐感受即乐根 三参自信为乐根 愚则即是意乐根 心非快乐意苦根 舍数中间无耳骨 他这里呢已经讲了 就是我们这个二十二根当中呢 就是其中的前面 比如说这个无数拥根啊 名根啊 男根女根 就是这些呢已经这个 有些是前面已经讲了 有些呢就是下面呢 就是还有这个讲 但是在这个课判当中呢 就是先讲那个无数拥根 就无数拥根 那么无数拥根呢 他这里这个前面也讲了 就是说这个身呢 有苦根和乐根 一个话呢 就是也有这个苦根和乐根 然后在这个下面呢 就是有舍根 就是中共有五种这个数拥根 但是这五种数拥根呢 他这个为什么是这样的杠呢 就是前面已经讲了 这个相用这个外境的角度 来安立为这个根的 就是所以他这里呢 说这个身呢 就是非乐数即是苦根 就是我们这个身体 他这里的这个身呢 就是不一定是仅仅我们这个身体 就是意思呢 就是这个言而逼色身吧 就是言而逼色身呢 就是全部属于在这个身当中 就是他那个身呢 就是指的是这个五种树用 五种这个舍法 五种这个舍法的这个五种根的这个群体当中 所产生的所有的这种不快乐的感受呢 就是叫做是这个乐数根吧 就是乐数根 比如说你这个身体呢 就是接触这个外境的过程当中呢 就是身体就是产生了一种 就是不快乐的这种这个树啊 就是不快乐的这个树 或者呢就是你眼睛这个看到什么东西的时候 外境呢就是不是这个很这个魅力 就这个时候呢 你的这个严实的 在严实这个舍法的这个群体当中呢 就是首先就是带来一种这个痛苦 但当然这个痛苦呢 就是最后是用这个意识来辨别 实际上呢你这个严实呢 就是接触这个外境 严实呢去外境的过程当中 当时就是获得了一种不愿意的这个外境吧 就是那么这个呢就是叫做是这个严实的这种 呃 甚至这种痛苦吧 就是甚至这种痛苦 所以那个呃 树根呢 我们昨天也讲了 就是一个是这个 甚至的是这个五根吧 就是五根的这个呃 这个他的群体当中呢 就是也有这种这个乐和这个痛苦吧 就是还有那个色根当中呢 南根女根也是这个 包括在这个啊 就是五种色根 也可以这样呃 这个属于在里面 但是他这里呢 就是所谓的这个树涌 树涌五根当中的呃 这个圣根呢 这都是这个这个五种呃 什么就是五种这个根啊 就是五种色根 五种色根的呃 这个外境当中所得到的这种痛苦的感受呢 就是叫做是那个苦啊 就是呃 也就是叫做是苦根 就是苦 圣这个圣苦根就是这样的 然后这个在五种这个呃 呃 呃 这个群体当中所得到的这个快乐 就是刚才那个听到鱼儿的声音的时候的 这种这个呃 在二世主委 二世的这个呃 群体当中所呃 产生的这种快乐啊 或者是这个这个鼻舌的呃 这个鼻根的这个群体当中所产生的快乐 这些都是所谓这个色根里面就是 那么这个呢就是叫做是这个身体的乐根 就是他这里这个呃 这个身体呢就是有一个苦根和乐根 就是这样分的 然后下面三三之星为乐根就是 那么这个一就是有一个一这个乐树和这个一哭树 就是有两种啊 就是一哭树和一这个乐树根 那么一的这个乐树根的话呢 就是它也可以分两个方面的 就是一个是这个信或者是一 也就是说这个三三之星呢 就是第三参顶的这个 第三参的三参顶的这个信呢 实际上是呃 是这种这个乐树啊 就是因为这个第二三一上吧 就是第二三一上的话呢 就是具有这个参顶的这个暗了 非常这个稳固的就是 因此这个叫做呢 就是信乐树根 然后余则的就是除了这个以外 就是第二三一下的这些呢 就是叫做是这个呃 就是这个意乐根啊 就意乐根 那么这个呃 它这里呢就是我们这个 这个意乐根和呃 呃 以乐根和意苦根的话呢 就是全部是在这个 这个意识这个周围当中 这个所显现的痛苦和快乐 而这叫做是意苦根和意乐根 呃 比如说我们呃 这个眼睛呢 就是也就看似的就是没有任何关系 耳朵听声音呢 就是没有任何关系 有时候自己的分别念呢 呃 就比如说我就心里面就是忽视乱象啊 就是或是乱想哎 今天我还是修行的很好 这个时候呢 就是自然而然在自己的这个意识当中呢 就出现一种这个快乐就是啊 就这叫做是这个意的这种这个呃 就感受的这种快乐吧 就是也可以叫做意乐根 然后有时候呢 就是自己都是在心里面就是在这个 有时候无缘无故当中也是这个心情很不好 就是很痛苦就是 那么这个痛苦呢 就是全部是用自己的意识造作就是 没有这个其他的外面 任何人都是也没有热你就是也就是说那个没有这个任何人呢就是害你 但是你自己呢就是在有时候就是自己的这个分别念吧就是 分别念呢 呃这个造作以后呢就在自己的意识群体当中产生了一种痛苦就是 呃痛苦就是有些人的话呢可能是呃也是对于也有点关心吧就是自己 讲自己的经历的时候呢就是啊我当时过得什么什么快乐 然后有时候变自己讲变自己呢就是这个快乐都不得了就是有时候呢就是将自己人生经历的时候呢 我当时当时然后就是就开始就是一直讲就是然后当时的这个生活的经历遇到痛苦的这些环境 一讲起来的时候呢就自己也是自然而然的就开始哭起来了就是呃这也是实际上是这个可能对这个自己的分别念呢就是去一些这个呃就是呃就发挥吧就是去做一些发挥就是这样以后呢就是 意思就是说是这个呃不依靠任何这个色根就是只是在自己的意识当中就是所产生的这些痛苦或者是快乐呢就是叫做是这个意乐数根或者是意苦数根就是这样按理的 但是这个意乐数根和苦数根尤其是这个乐数根的话呢它这个三残和那个二残之间呢就是也有一些差别一般那个二残以下的这些 这些那个像那个第一残啊或者是这个欲界当中的这些同这个快乐吧就是快乐的话呢就是叫做是这个一 呃这个意乐啊就是意乐啊就是意乐啊然后这个三残的这种这个快乐的话呢就是叫做是这个 呃这个意乐啊就是因此叫做是乐根这个乐根和这个这个意乐根呢就是稍微有一点这个差别实际上是都是是这个意识的这个群体当中啊就应该是这样这个说 呃所以他这里这个神语的呢就是语字的话呢就是意乐根呢然后心非快乐呢就是这叫做是意苦根就是心呢就是这个没有这个快乐就刚才我们讲的有时候啊就不依靠任何 这个根是但是呢他在这个意识的这个呃这个呃造作当中呢就是出现很大的这种痛苦就是这叫做是这个意苦根 然后还有一个叫做这个色素根就是色素根的话呢在不苦不乐啊就是不苦不乐的这样的这个心态呢就是叫做是那个呃射根啊就是色素根啊那么色素根的话呢就是他没有这个分那个身体和心这两个方面分就是 然后身体的乐就是让身体的乐或者身体的痛苦和心的痛苦就是他没有这样分就是前面的苦和乐呢就是分那个身体和性方面 然后这个色素根的话呢他就根本没有这个这样分就是不分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这个色的话呢就是色是不苦不乐吧就是不苦不乐的话呢 虽然是用身体上也有这样的感受心上面也有这样的感受但是呢心和身体的这样的这个感觉呢就是并不是很明显就因此就不好分就是比如说我那个身体当中的这种这个灯色和然后这个心当中的这个灯色呢就是分起来的话呢就是不好分就是如果这个苦和乐的话呢就是完全是不相同的就是我身体上的感受的这个快乐和心里面的这个感受的这个快乐呢就是 就是就是好分就是所以有些人呢就是经常这个生活当中也说哎这个身体上都是别人打我的也是是这个我可以这个受但是呢就是心里面就是如果这个别人呢就是这个害我啊就这样的话呢我心里面的这种痛苦是实在是无法忍了就这样说的话实际上呢就是人们就是容易分就是心的痛苦和身体的痛苦呢就是可以分然后心的快乐和身体的快乐也是可以分吧有些人说是哎我身体都是很快乐的就是现在有吃有穿就是什么都可以 但是我心的不快乐就实在是没办法我天天都是特别痛苦虽然有吃有穿但是好像是正在这个热地狱里面一样我天天都是像那个吵喝就是天天都是像那个自杀怎么办呢这也是实际上是这个身乐和身体的乐和这个心的乐呢就是我们这个平时的一些在家人和平时的一些世间人也是他把这个身乐和什么心乐呢就是是分开的身口和那个心的苦呢就是是分开的但是这个灯色方面的话呢就是他就没有办法 分开的就是身体上面的这个平等的这种感受和然后心上面的这个平等的感受呢就没有办法分开的因此他这里这个舍呢就是没有这个分苦和乐就是原因是这样的下面我们讲那个就是他的这个讲义吧就是若文那么二十二根的本体是什么呢就是严当怒根与男根女根前面已经讲过然后名根与心根等下文当中还要参数此处所宣说的无根无数根与这个最后三根 就是我们在这两个科盘这个科盘吧就是这两个科盘这两个科盘当中呢就是先那个先讲了这个五种树用根和这个最后的就是三种根啊就是三种无路的根就是这这八个根呢就是在这里详细做介绍然后如果有人问呢那么什么是这个无树用根呢就是无树用根是这样的就是神树是指以来于有四根的感受啊这里这个什么叫做这个神树根呢就是神树根呢就是以来于这个我依靠这个 这个五种色根啊就五种这个这个这个色根就是前面其实这个男根女根也包括在这个色根当中啊这个然后前面就是用这个牙耳鼻舌身就是用五根吧就是那么这些呢就是叫做这个色根就是它是有时中呢承认为是这些是有形状有颜色的就是它是有这个色法的就是因此呢就是认为是这个色根就是色根的感受 身体非为乐属为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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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身体也就是说是刚才五根 去外境的过程当中 受到一些痛苦 受到一些快乐的话 这叫做是乐树根 这是从身体方面分的 意识方面的话 也有快乐和痛苦 那么三餐干树性乐树根 那么这是第三餐 第三餐所干树的这种乐树的话 实际上是性乐树 本来第一餐以上的 都有一种机制的 这种餐顶 都是很快乐的 但是三餐性的这种乐树 非常稳固 不容易受变化的 所以叫做是性乐树根 其他二餐以下的干树 性乐树是意乐树根 感觉性不快乐是意苦树根 所以刚才二餐以下的 我们预解的这些 所有的意识群体当中 所出现的这些快乐 全部叫做是意乐根 就是意乐树根 然后在意识的群体当中 所产生的这些痛苦 叫做是意苦 所以生苦意苦 在提示论当中 完全是分开的 分开的原因也是 它所以的根不同 然后生数的这些根的话 全部是依靠其中色根而产生的 然后这个意乐树根 全部是依靠我们所谓的地露仪式 地露仪式而产生的 因此它所依的根不同 因此人们对它取的名字 也是不同的 就是这样的 它这里就是枯树根 然后说色树根既不感觉快乐 也不感受痛苦 那么它的神树还是信树呢 就是刚才这样的色 这样的色树呢 到底它是树与信树 还是神树呢 神树与信树都有 就是那个色树也 实际上是这个信树也 信的这种平等的状态也有 就不哭不乐的状态也有 有时候呢 我们这个信呢 就是也不是这个人的信呢 有时候真的这个天上的云那样的 就是我们在住的一个环境当中的话呢 就是有时候当然是依靠外境而 这个快乐和这个痛苦就会是出现的 有时候呢 就是不依靠任何外境 但是今天呢 就是觉得 今天是真是很快乐的 我们这个拉众这个地方呢 也是真的这个极乐世界 很没有什么差别 就是真的很好啊 就是有这样的感觉 然后就无缘无故当中 第二天呢 就是自己觉得 哎 这个地方是真的很痛苦 怎么办呢 就是真的这个 是不是热地狱 或者是汗地狱 没有什么痛苦 我要马上想离开啊 就是有这样的 然后第二天的时候呢 哎 不哭不乐 还是可以吧 反正哭也说不上 乐也说不上 就是我好好的睡懒觉就可以 就是也有这样的 就是所以那个 这个人的这种心态呢 就是也是不定的 但是这个感受呢 也是不定的 那么这是刚才所谓的 就是一种心 心上面的一种这个吃的感觉 然后身体上面也是同样的 有时候是这个身体呢 有苦的感觉 有时候是乐的感觉 有时候呢 就是身体上面 并也没有什么的 反正自己的身体呢 就像是石头一样 就是在这个上面 没有接触外景的时候 也没有什么这个快乐 也没有什么痛苦 也有这种感觉 也有这种感觉 所以呢就是这个身体的这种 什么这个平等的这种感受也有 然后这个心里面呢 就是也有这个平等的感受 就是有两种都是有的 那色素根 为什么是不分这个苦乐 而以这种包含 神素与心素二者 就为什么是 它只有这个色当中是 像这个苦乐一样 为什么这样不分 就是全部都包含在里面呢 这一点是有理由的 因为心的苦乐感受 大多数都是 是由于分别性而产生的 就是苦和乐呢 就是分别性而产生的 但身体的苦乐感受 并不灌带分别念 就是身体的这个苦乐的话呢 就是不是这个 灌带分别念而产生的 比如说你的身上呢 就是用刀子来就是割的时候呢 就是你这个心里面 怎么想就是不苦 一点都不苦的话呢 但是它那个特别痛就是 然后那个你这个身体 就是遇到一些这个 比如说冬天寒冷的时候呢 你就是穿着一个很好的 这个衣服的时候 就热和和的 这个时候呢 觉得是很快乐的 这时候心里面 一点也是不快乐 也实际上是身体上面的 一种这个感受 就是所以呢 就是心的快乐呢 就是依靠这个分别念而造作的 然后这个身体的这种 这个快乐和痛苦的话呢 就是不依靠这个分别念 就是也可以这个 依靠这个外境而产生 就是不光的分别念 而是根据对境呢 例如阿罗汉也会有 这个身体上面的这个苦乐吧 就是阿罗汉也是是 就是不是那个 目前年都是被歪到 那个大的时候的话呢 就是他也是就是特别痛 就是但是呢 就是他没有这个业 就是没有业的话呢 就是他就有感受 就是我们这个 像智慧品的时候也是 如弗萨新论里面 智慧品的时候也是 他这个虽然有那个 这种这个感受 但是呢就是他不去 就是不去的话呢 就是他没有这个造业的 这种这个去吧 就是他没有这个造业的去 因此阿罗汉的话呢 他也有这个苦乐的这种感受 而色素呢 就是苦乐是由分别性中 自然而然这个产生的 苦乐二则分别性 相熟厉害 身体 所以这个苦和乐的话呢 就是分别相熟 这个相熟厉害 可是这个色的话呢 就是他没有这样的明星 也不好分的 就是身体的这种灯色 和心的灯色呢 就完全就是不好这个分的 因此他这也没有分 但有时候的时候我们看起来也是 就是也不是不好分的 就是有时候还是 今天身体呢 就是不苦不乐呢 就是这是身体上面的一种感觉 但是这个到底是心上面的感觉 还是身体上面的感觉 有时候呢也不好分的 就是所以他从这个角度来讲 就是没有这个分啊 就是苦乐二则分别相熟 这个相熟厉害 神熟这个稳果 心熟不稳果 而色素呢就是没有这样的这个差别 没有这样的这些这个区分 因此呢他这里这个没有辨别 就是没有这个色 什么这个色呢 就是他没有这个身体的色啊 就是燃性的色啊 就是他没有这样分 就是全部就是 就是在一个本体当中 这样包括的 就是所以呢 上面已经讲了这个五种输用根 就是五种输用根 然后下面呢 就是最后的三根 就是简朽物学道救根 即是无路之三根 那么这个简刀和修刀 无学道 无学道呢就是 中共有这个旧种根 那么这旧种根的话呢 就是全部成为这个五路的这个三根就是 就是你在那个简刀的时候的这些根呢 就是这九种根呢 就是成为这个这个 这个围之当之根就是 就是然后你在这个修道的时候 你的这个意识的群体当中所存在的这些根呢 就是成为这个就是什么这个一只根 然后你在五学道的时候呢 就是这些根呢 就是称之为叫做是这个 这个拒之根 就是拒之根 因此呢就是 那么这个呢就是称为是 这个不仅仅是这个小乘这样 这个认为的 麦彭仁波切在《智者入门》当中 也就是讲了这个二十二根 就是二十二根当中的话 其实我们这个大乘的这个简刀 修道 无学道的话呢 就是也可以 这些根呢 就是也可以这样这个案例 就是这是这个 不仅是这个小乘当中 就是大乘也可以案例 那么他这里呢 就是这样讲的 那个下面就是说 简刀 这个无路修道 还有这个无学道中 具有心当五根 然后这个义根 乐数根 就是义乐数根 就是他那个 他这里的这个乐数根呢 就是刚才那个心乐数根 和那个义乐数根 他这样来分的吧 就不是这个圣乐数根 然后那个四数根 四九根在简刀修道 无学道中 义此死为之当者根 义之根和聚之根 原因是这九根 生其次当道之本体 意思就是说呢 他这里这个 比如说这个简刀者吧 就是那么简刀者呢 就是在他的这个相续当中的话呢 就是前面讲的这个心当五根 就是心当这个五根 是肯定这个具足的 然后这个义根呢 就是也肯定是这个具足的 就是那么这六个根呢 就是不管是你这个修道 或者无学道或者简刀 就是哪一个圣者呢 就是他的相续当中 这五根是肯定要这个具足的 但是其他的这个所有的根呢 就是是不是全部具足呢 就是也不一定的 就其他的这个四个数用根吧 其他有三个数用根 其他三个数用根 比如说那个 他这里这个乐数根吧 就是乐数根的话呢 如果这个圣者呢 就是在那个 这个第三餐顶 就是第三餐顶的这个时候 就是他获得了那个 这个阿罗汉国位啊 获得了这个简刀 获得修道 获得无学道的话呢 那么他的这个相续当中呢 已经具足了这个乐数根 就是因为第三餐顶呢 刚才前面已经讲了 就是他这个第三餐顶这个心呢 就是具足这个乐数根 就是乐数根 因为他这个第三餐顶的心呢 就是非常这个稳固 因此呢 在这样子 这样的这个生子的相续当中呢 已经具足了这个 五露的这个七种 七种根吧 就是刚才前面的这个心当五根的 然后这个一根肯定要具足的 然后在这个上面呢 就是具足了这个乐数根 就是可以这样讲 然后这个一乐数根吧 一乐数根的话呢 一般来说是那个第二餐以下的 就是欲界的一些这个圣者吧 在欲界当中获得这个得到解脱啊 在这样的时候呢 他就是具足这个 前面的这个六根上面呢 就是具足这个一乐根 啊就是一乐根 就是也可以这样具足的 然后如果呢 就是第四餐 或者呢就是第一餐的这个 我一直餐吧 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这个第一餐 还没有这个得到的 这个时候的这个心呢 就是它是一种这个灯色 就是灯色的这个根上面 就是获得的 所以这个第四餐啊 或者是这个五色节的这个餐啊 就是这样的话呢 就是在它的这个根呢 就是在那个色根上面 就是色根上面 因为这个五色节的话呢 就是它有这个一色和一根 和还有那个色根 就是在三种根具足的 这个下面还有 可能前面讲了没有 就是所以呢 在它的这个相续当中的话呢 也具足这样的这个七根 因此它这里面的这个旧根呢 是不是这个所有的圣者 都具足这个旧根呢 也不一定的 凡是在那个 获得那个圣者的这个 不管是这个剑道 还是这个修道 还是这个物学道 凡是在这个圣者的相续当中呢 这个流根以上的这个根呢 就是肯定是具足的 凡是这旧根呢 就是是会在 这个圣者的相续当中 也是有的 这个剑道的这个相续当中也是有的 然后有学道和无学道的这个相续当中是都有的 因此呢就是具足论当中 把这九个根呢 就是安立为这个五路的根 就五路的根 原因是这样的 就是这个呢 就是大家应该明白 下面呢就是将这个分类吧 就是根的分类 分为这个四个方面 就是关带猪眼 什么这个 关带猪眼儿这个分类和 然后关带因果之分类 还关带这个本体之分类 然后这个关带缩短之分类 就是从四个方面的分类 第一个呢 就是关带这个猪眼之分类 然后颂词里面这样讲的 它这里面呢 就是讲这个 哪些是这个有路根 哪些是无路根 哪些是有路无路根 就是二十二根当中 就是我们要这样这个辨别 这样辨别的时候呢 就是最后三根呢 就是是无路根 就是前面就是讲的这个 什么这个位置当着根 和一只根和举止根 就是这三个根呢 就是是全部这个无路的 就没有一个有路的根 就是这三个呢 因为它是这个全部是 在生者相续当中的这个根吧 就是生者相续当中的根 所以那个大家都知道 就是刚才那个 什么叫做为之当着根 为之当着根的话呢 就是比如说我这个获得了 就是这个见到 获得了这个见到的时候呢 在我见到在的这个相续当中的 行等五根 然后这个义根 然后我见到的这个果位呢 就是在什么这个地得到的 如果是在余界得到的话呢 就是肯定我有这个义了这个根 就是义了根 如果我呢 就是在获得就是五四节 或者是第四三上面 就是第三的身份而得到的话呢 我的这个相续当中 刚才的这六个根上面呢 就是加上一个这个色根 就是色根 这样的话呢 为之当着根叫什么呢 为之当着根就是这个 所谓的这七根叫做是为之当着根 然后这个一只根也是这样的 我们表面上看来就是好像一个根 但实际上呢 就是它那个其他的有几个根呢 就是综合起来 综合起来在这个生者的相续当中 如果具足的话呢 那么这个根呢 就是称之为是这个为之当着根 或者是一只根 或者是具着根 所以这个根呢 就是它没有这个 如果别人问这个 那么为之当着根是到底是什么 就是第一的 这个第一 我们这里面一地菩萨二地菩萨 没有说吧 就是是这个见到者 就是见到者的话呢 就是那么他的为之当着根是什么呢 就为之当着根呢 就是重的来讲的话呢 就可以具种都有 就是具种根都有 但是呢 就是他的这个身份不同 就是在他的相续当中 有多少个根呢 就是不一定 比如说我是这个 从这个余界的身份呢 就是获得那个 获得那个 就是见到的话 那么获得见到的话呢 就是在我的这个相续当中的 这个心当五根和 然后这个义根和 还有这个义乐的根 这几个七个根呢 就是叫做是为之当着根 因为这七个根呢 以前是这个反复的根 就是现在呢 已经变成了这个圣者的根 就是因此呢 就是叫做是以前没有知道的 现在已经知道了 所以这个叫做 为之当着根的原因是这样的 所以这个其他的这个 什么这个义着根和聚着根呢 就是前面也做简单的 这个就做过介绍 所以这里呢 就应该大家这个会明白 最后三根为这个乌乐 就是他这里这个 最后的这个 为之当着根和什么那个 这个义着根和聚着根呢 就是这是完全是这个乌乐法 就是乌乐法 然后这个七油色根和这个明根 还有一几这个酷熟根吧 就是这几个呢 就是乌乐法 就是七个这个色根 就是刚才前面讲的这个 亚尔比斯森和 还有那个蓝根女根 然后在上面叫做这个明根 就是明根的话呢 就是他们也认为是这个乌乐的 就是因为这个生命呢 就是没有一个乌乐的法 就是他们认为是都是这个乌乐的法 还有这个酷熟吧 就是酷熟的根 就是中共有十个根吧 就是这其余九根 就是其他的根呢 就是应该是有两种 一个是乌乐的 一个是乌乐的吧 就是应该是这个 其余有九个根就是 刚才那个十三个根就是 就是有些是这个乌乐的 有些是乌乐的 二十二根当中 哪些是乌乐根 哪些是这个乌乐根 为之当之根等 最后三根是这个乌狗的乌乐根 必等是道地持缘故 就是因为他是这个道地 就是道地前面已经讲了 就是完全是这个乌乐的 然而言等五根与 男跟女根 其有色根 名根和僧根 就是僧苦根吧 就是僧那个苦根 还有 对僧那个苦手根和这个乌苦手根 就是这是 这个呢就是叫做是有禄根 因为必等呢就是非道地之有为法 就是不是这个道地的有为法 然后剩下来的一根和 然后这个乌乐数根 森乐数根 森乐根 摄数根吧 就是 对就是摄数根 以及心等五根 就这九个根呢 就是只有这个有漏无漏的 它这里 大家都知道就是刚才那个 为什么是这个说无漏呢 嗯 也有可以 对就是 生乐数根也应该有的 这个有学道或者是这个无学道的 圣子的这个相续当中的 他的这时候的这个群体当中的这些根呢 就是应该是这个无漏的 然后有漏的话呢 比如说这个心等五根 心等五根的话呢 就是实际上是无漏也可以这个成立的 比如说那个就是说那个嘉兴道和资粮道 就是嘉兴道和资粮道呢 就是实际上是这个反复的 那么嘉兴道和资粮道 他也是有这个信心啊 经啊 慧啊 定啊 这些都是这个具足的 就是因此呢 就应该是有漏的 好像记得那个 诗经伦师的自识里面呢 就是说那个 有些这个以前的有些阿瑟琳呢 就是认为是所谓的心等五根呢 就是全部是这个无漏的 这个然后这个诗经伦师呢 说这种说法是不合理的 不合理的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这个释迦牟尼佛呢 就是还没有这个转法轮的时候呢 就是对这个吴比丘这个集聚的时候呢 就是当时也说是这个 有些众生是离根的 有些众生是这个顿根的 就是刚刚要这个 还这个转第一的法轮 就是还没有这个传完的时候呢 就已经这个辨别了众生的这个根基 就是所以这时候的这个根呢 就是众生的这个根和反复的这个根呢 就是这时候都已经具足了 如果这个心等五根全部是无漏根的话呢 那么这时候就在这个世界上是甚至还没有出现 就是所以以这个教证来这个推辞的话呢 就是那么这个根这个心等五根的话呢 就不一定是那个全部是这个无漏的 应该它就是分为这个有漏和无漏 就是这个呢 当然这个这里面的这个颂词当中也是现在非常这个清楚 就是它这里说其余的旧根 其余的旧根的话呢 当然这个心等五根如果没有这个算的话呢 就是四等五根前面都已经讲完了 就是中而言之这个四等五根的话呢 就是全部是这个有漏的 不会有一个无漏的 比如说这个孙子优世宗的话呢 就是阿罗汉的这个眼睛也是认为是这个有漏的法 就是阿罗汉的这个凡是这个属于在身体当中的这个一切根呢 就是全部认为是这个有漏的 没有一个无漏的就是 就是他们这个也是这样这个承认的 因此呢就是他这里这个心等五根呢 就是全部是无漏法的 这样的这种观点呢 就实际上是不合理的 应该呢就是他具足这个有漏和无漏 就是无漏呢 当然刚才前面所讲的这个 在那个就是最后呢 就是这个什么这个剑道和学道和这个无学道 他们的这个相续当中的这些根呢 就是叫做是无漏的根 然后这个加行道和资料道的这个相续当中的 这些心等无根呢 就是应该是这个有漏的根 就是这样的话呢 这个分析还是比较清楚的 其中到底具有是无漏的 其他的一切有违法呢就是是有漏的 具有有漏和无漏 对就是那么今天就是讲到这里吧 下面大家一起回相供的 这里边 través的 这下iga有漏的 其实大家一起回来的 这下iga有漏的 还有没有想供的 第二天第二天 就是跳上的 也是有漏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